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的馬,大將軍白臂菇 在入面羅馬神居,乖乖寶貝 中間就是這隻一定贏,放在前面 再後一疊的馬,有金營,外藍位置藍色帽 就有這隻黃金澤藍 再跟著後面那堆,旅遊大師 還有這隻赤棋尾爾,暫時是那隻真彩 跑了接近一半的路程,一定贏外藍就佔先些 中間在第二位是羅馬神居,第三位入面就是乖乖寶貝 藍帽第四位還見到黃金澤藍,四隻熱門都在前面 脫了接後面,旅遊大師,橙眼罩就是金營那些馬 鬥到最後200,一定贏外藍 中間黃衣就是這隻羅馬神居 再在入面就是乖乖寶貝,藍帽就是黃金澤藍 最後百多米,羅馬神居已經脫穎而出 第二位有乖乖寶貝和黃金澤藍爭 這隻一定贏,結果拿了藍,這隻大熱門只是跑過第四 羅馬神居曾經在直路賽,重飛之下輸過 現在直路賽贏了,黃金澤藍乖乖寶貝拍照 第二位是黃金澤藍,第三位是乖乖寶貝 大熱門有點失望,一定贏,只能夠跑到第四 結局都是四大熱門,但第四熱門就贏了 二三熱門分別跑二三名,大熱門那隻 嘩,這樣 速度是快的,一定贏,我們看看直鏡 大埔 腳法都不太吸引,前面已經放了出來 羅馬神居都會快,乖乖寶貝也跟前了 這場跟著,拍著羅馬神居 你看這裡兩個比較,羅馬神居的翻步是快過 那隻一定贏,不過人家是靠大埔 接著黃金澤藍,旅遊大師,後面是金營 後面那些已經跟不上了,大將軍那些都跟不上了 這裡已經拔邊出來了,一定贏 其實只是看前面那幾隻 前面那四隻第一隻打,反而就是大熱門 後面那幾隻都維持住的位置 雖然騎得很厲害,但沒什麼進展 乖乖寶貝也沒什麼加速,可能一千是短一點 黃金澤藍就證明那一千是可以的 最快臨到尾那一步過了,包括第二 嘩,赤棋不停看,彭麗寧不知道看什麼 起步都已經不太順 那一個雖然